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面是有13%的尼龙 以及87%的人造纤维 所以它的整个的毛线的话会非常的柔软 然后也会比较的蓬松 我们这里是先从它的最开始的起始针开始去进行一个寻找 然后它的毛线的话主要的颜色是一款粉色 非常淡淡的一种的樱花粉色 里面有一点点的这个黑色 看起来呢也是特别的可爱 然后这里是有我们的两个这个线 我们都是把它放在一起 从这里呢是去给它往上进行勾枝 这里有两边 我们大概是要做17针的勾针 作为它的基础 这里呢是有17针 然后我们这里呢是在空一些 然后呢是把它这样给它拉过来 我们呢是在这边 我们呢是在这边是去把它这两个给它勾置好 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是 然后就是拉线 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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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呢是在四个都是在我们的一个枕上 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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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好了 现在呢我们是在它的中央的部分 再去给它进行一下的勾置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是再继续的给它进行一个勾置 那这里呢就已经是做好了 整个再给它做一遍 这里呢又是两个 再给它往上勾置 那我们这里呢就已经是有三个了 这里呢是我们的倒数第二个 可以再给它再继续的进行勾置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呢已经是有两个 这一排呢就快要做好了 这里是有四个 还有两个是不余的 从这边开始呢就是有三个是它的一个高度 然后在这边呢是去给它这样 往这边是这样穿过来 阿姨 我们这边呢也是要慢慢的去增加它的一个毛线 这边呢我们已经是构置好了它的第一个 再把所有的都是这样给它穿过来 稍微的拉一下线 这里呢也是有两个 只要慢慢的去给它拉过来 这里还剩两个 我们也可以把它这样的湿拉过来 嘴边再继续地给它拉线 我们这边呢也是把它这样慢慢的给它拉过来 现在这边再继续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差不多快要到了最后了 旁边的地方呢还有一些 我们呢是一直是在这里面是去给它进行构置 然后我们这里呢是用它的毛线去给它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花纹是怎么样去给它勾置过来的 那我们这边呢是没有更多的毛线 我们把它的线是去给它拉过来 我们把它的线呢是去这样给它拉过来 然后有它的这样一个小的花纹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好看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